好 前天苏利台风来袭 很多人三更半夜是忙着防灾 忙着救灾 但是也有年轻人竟然是狂欢喝到挂 这节特报赶快把时间交给主播一声 好的 借凡各位观众朋友 没错 这苏利台风中国假期 大家应该在家里做房台准备工作 不过看到有一些年轻人 冒着狂风暴雨还是跑去夜店去party 尤其要告诉大家 在暑假期间很多陆生会来台湾 但您可能不知道 现在陆生最流行的犹台地图 叫做夜店剪湿 今天十点的特报就要带你来看 除了之前有剪湿之外 现在还出现了进化的版本 这夜店喝太醉 结果就是随便睡在路上 这倒头就睡一动也不动 大家叫它剪湿 不过现在最新的进化版本 就画面上您可以看到的 好像是喝醉的真子一样 女孩子长头发的劈头散发 就跟鬼片一样 像画面上你可以看到这两个辣妹 就是如此 他们脚上的鞋子也不见了 吐完之后全身软趴趴的 还弯头趴在腿上 可以很清楚看到 还真的不是很好看 没错如果喝酒过量的话 就很容易酒太百出 在西门町的街头 就有两个女孩子非常的夸张 在照片泡到网路上以后 还有人很恶毒的说 因为他们长得实在不是那么漂亮 不是那么好看 才会没人解释 夜店玩太凶 女生喝到烂醉如蜜被人含回家 叫解尸 没想到16号上午的西门町街头 就发现这样的两句喝醉的食品 网友把照片PO上网 放大照片仔细看 穿黑衣的女生已经水爬在人行道上 另一个背对马路的白衣女孩 则瘫坐在地上 看起来都不省人事 而这张照片PO网短短 21小时就有22000多人按赞 分享人数也破1500次 网友更毒舌批评 女生可能长得不好看 所以没人解 甚至说是被淘汰的 但也有网友很担心 提醒那边游民多怕危险 不礼貌的行为 让脏 那我们可不可以随时的 连蔡阿嘎都曾自制影片 提醒女性别喝醉后成为解释目标 就是希望这样的神威风气 能够有所改善 别伤害自己 也带坏善良欢俗 昨天新闻 今天是陆一台北采盲报道